你看我們這個全國的人口 當然現在我們的人口是 好像是 我們這個生育率 我們的那個生育率是 大家知道嗎 全世界第一名 盜屎 對對 盜屎第一名 盜屎第一名 我講什麼 每人都講 盜屎第一名 這是很可怕 這個帶來的問題是非常的嚴重 你看沒有孩子就沒有奶滋 沒有尿布 沒有教育的問題 所以學校老師也失業了 然後那個安靜班也關門了 然後很多事情都沒有了 那也少吃了很多頓生日 生日Party 然後也少了很多遊樂場的需要 然後少了什麼 帶動影響很大 那其實人應該是越來越多 生生不實現才可以 那今天我們如果在教會裡面 把我們的孩子都帶到主面 我們的人數就是 他這個叫做自然成長 自然成長 如果我們不把他們帶到主面 沒有合適的來幫助他們 認識救恩 接受救恩 成為神的兒子 他們流落到世界 到那個時候 再把他們帶給了主婦 所以聽說 現在你的孩子 就像在魚缸裡面的人 你要撈到很容易就撈到 你的手不好抓 你弄個網子進去啊 你不往上來 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不好好照顧他 有些他游到大海裡去了 你再去找你的孩子 那你這是海裡撈真的 你撈得到你那個孩子 撈得到什麼家裡來 所以沒有什麼 我們需要關心我們孩子的屬於錢 他的得救 要關心 要為這個事情 向神禱告 就業裡面 我們看見 常常有一些的母親得不夠孩子 向神求 向神迫切的求 像這個帕拿 帕拿 他一直沒有孩子 沒有孩子就受人歧視 他就向神來禱告 向神迫切的禱告 他甚至願意說 神你把孩子給我 我就把這個孩子奉獻給你 一生做拿希爾人來侍奉你 神聽了他的禱告 他就把這個孩子 從小就送到殿裡面 神的聖殿裡面 在那裡 跟著這個勞以列 來學習 侍奉神 他就一生 從小 這個孩子好不容易得著的 但是他願意奉獻給神 造成他的心願 向神所許的願 來關這個願 我們也需要關心我們孩子 這個 還有一個人叫約伯 約伯啊 他每天 就為著他的孩子 來向神獻祢 那個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約伯啊 他這個人 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 完全正直 又完全又正直 又敬畏神 又遠離二十 那他非常的富有 所以他的孩子們呢 常常在一起啊 享受一些歡樂 享受一些美食 但是這個約伯呢 他非常的擔心 他就每天早晨啊 照著他孩子的數目 來向神獻祭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我怕我的孩子得罪了神 他說恐怕我的兒女犯了罪 心中咒罵神 他就清早就起來啊 按著他們的數量 按著他們的人數 按著他的兒女 有幾個就獻多少份的犯 這就是說他關心他兒女 在神面前的情勢 清早起來 清早起來 那個意思就是說 聖經特別經常清早起來 意思就是說 他對這件事情 他非常在乎 非常看重 一早起來 他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為兒女獻神 免得他們得罪神 免得他們得罪神 我們也需要有這樣一個操練 早生起來 不是為自己祷告 為弟兄姊妹祷告 為了教會的需要祷告 我們也需要為了我們的兒女祷告 像約伯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你的孩子得救沒有 可能我們覺得 不是那樣的重要 可能他身體的健康 我覺得很重要 可能他們兩個呢 兒媳兩個夫妻關係怎麼樣 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他得救沒有 我們是不是覺得很重要 因為這個事情啊 我們都需要帶到主意 不管孩子現在多大 其實要救一個人呢 都不是這個人 有人說 這個人怎麼那麼不容易得救啊 上一次福音聚會 我請一個朋友來 我聽了這個福音 我聽了見證 我非常感動 我都流淚了 結果我看這個朋友呢 他無動以衷 有人也許想說 他怎麼心那麼剛毅 我跟那個 跟我這樣說的人說 這個人為什麼不信耶穌啊 心怎麼那麼硬啊 我說你也不要忘記 我跟你傳了二十年 你怎麼信耶穌 我們會信主啊 都不是我們 都是神拣選我們 預定我們 時候到了 他就得救我們 所以我們的孩子得救沒有 什麼時候得救 不在我們的手裡 在主的手裡 我們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為他祷告 當然在禱告 不是只有禱告 在禱告中 主有的時候 也就給我們 有一些的引導 有一些的帶 我們該怎麼樣的 來幫助他 或者我們自己的生活 是不是有些地方 需要有一些調整 也許我們就是 他得救的難助 在什麼事上 是需要除去他這些難助 也許 在我們這個禱告中 禱告是我們跟主說話 也是主跟我們說話的機會 所以就要準備 如果是你有孩子 這個孫子 還沒有回救 你要為他祷告 沒有 沒有 劉子妹不要擔心說 這個信息 這張藥這麼長 那我要講到什麼時候 我們是到11點20 所以我就講到哪裡算 因為後面有信息 大家在這邊 那信息我們只是從 書信造就裡面摘入 所以其實這一篇啊 尼弟兄 你知道我們的尼拓聖弟兄 有幾個孩子知道嗎 零個 零個 一個孩子都沒有 但是他說到父母啊 他寫了幾十頁啊 尼弟兄啊 真的是神的福人 所以我們這裡 只能再要一點點了 等一下大家可以 那回去啊 如果是有空 最好去把這個 初信造就父母也拿出來看 對我們的幫助 那其實現在 還有更多的信息 關於對孩子的教育 這個都可以叫我們有很多的幫助 所以你不要擔心 我這次到11點20 我就嚴肅了 說到哪裡就哪裡 沒問題 反正這個說幾天畢業也是說過 好 那也就我們在私下 多多的教育 好不好 第二重點 必須與神同行 做父母 不只不能攔阻他與神同行 並且也反而叫他與神同行 而被避 這個他是誰啊 這個他就是舊約創世紀裡面的 以諾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以諾這個人 所以那裡承諾的說 以諾 聖基裡面記得 以諾 生了他的孩子叫馬古沙拉之後 他就與神同行三百年 等一下啊 這外國名字 講完了 講完了 你就忘了 以諾生馬古沙拉 這個馬古沙拉這個名字的意思呢 是什麼意思呢 他死的時候 他要來 以諾65歲的時候 生馬古沙拉 生馬古沙拉 然後他與神同行三百年 所以他一共活了365歲 所以他一共活了365歲 這樣嗎 他死的時候 他要來 那這個他是誰 這個他 為什麼是這個他 因為不是一個人 這個他是指的洪水